恩友们 主内平安 欢迎来到恩典每日成修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比喻我们不能只根据外貌来判断一个人 正如海水是不可以用斗去度粮一样 今天的成修来到撒母纪第16章 记载了撒母约奉上帝的猜犬 去告末以色列下一任的君王的整个过程 我想和大家思考的一道题是 你会怎么样选呢 我们要看的经文取自撒母纪第16章第7节 耶和华却对撒母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卷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随着扫罗被上帝咽弃 上帝差遣撒母约往玻璃横耶西加 去告末以色列下一任的君王 然而却没有告诉他要告末的人是谁 你猜他会怎么选呢 当以利亚引人注目的样子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立马就以为以利亚是上帝要选选的人 因为以利亚就像扫罗一样高大又英俊 然而上帝告诉撒母不要从人的外貌来做判断 反而要注重他的内心品质 因此最后撒母所高默的是和上帝心意的大位 你会怎么样选呢 我们扯出当经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 那就是上帝看中人的内在生命 多于他的外在条件 正如扫罗被怨弃的原因 是他没有听从上帝的话 而大位被选上乃至他有着一颗寻求上帝的心 比起人所献给他的祭物 上帝更许悦听命和顺从他的人 是的 我们往往也倾向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比如外表 样貌 经济状况 以及身份地位等等 然而大一个人具备这些外貌条件时 却不能够担保他的内心的真实的状态 他甚至很有可能会欺骗我们 我之前在职场做管理时 也曾经面对类似的挑战 就是在最多两到三次的面试中 就要做出决定要不要聘请一个人 也曾经有过失败的例子 就是一个人看起来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然而在被邀请加入公司后 却产生许多的问题 其中的原因就是 外表不能够担保一个人的内在的生命 确实 我们无法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然而 上帝能洞察一个人的内心 并且知道一个人真实的品性 像沙漠一样 我们看不见上帝所看见的 然而 当我们学习依靠上帝的指引 我们就知道怎么选了 正如上帝在13章14节 欲宣已经像撒木尔取士一样 他已经寻找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来做百姓的君王 而大卫的品性和他对上帝的顺服 带给了他一生伟大的成就 同样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谨守以上帝所立的业 顺服他的带领来生活时 我们也必蒙他的保守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话语提醒 人看外貌 然而你却看人的内心 求主你帮助我 常常审查我内在的生命 好让我的生命 能够反映我的服事 我的生活 求主看顾 我将我自己交托 将他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恩典 每日成修 鼓励你继续用以下的时间 读完整章的经文 为了祷告主赐给你力量 去活出和他心意的生活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